国语有生善书 义智拱横堂善书 吟知善恶立正 主著先佛为诸天圣佛 子禄夫子将 数论设限于色中遭果报 在十二年前 竹东地区有原姓者 乃辅自君中退役下来之年轻人 颇有一份干净 热忱有加 除了白天在商店就职外 晚上又兼做外务 可谓颇为勤奋 数年中小有积蓄 交由易广乃新生自行创业之念 婴儿斥资在镇内择集开张 做其所从事之本行 贩卖小五经类 并且仍兼着外务的工作 以广人面脉络 注意事业的发展 婴儿店面乃母亲一位小姐看管 此女性于本为外地人 来逐动探亲 见袁某母亲门士小姐 待遇等上称忧郁 顾应征后才留在镇上就职 与女生的窈窕清秀 颇为可人 且亦精明能干 甚获袁某赏事 起初 袁某忙于事业 倒也未存有瑕疵 即置于女之精神 颇为袁某待劳 静心看顾 店面营业日顺之中 袁某使发觉 与女不但人漂亮 而且对自己的事业颇有助力 因而开始产生了追求的意念 熟知袁某表达了追求之意后 与女加以婉拒 到了袁某死缠不舍之际 与女使命告知 原来与女友依之心男友 宪政服役中 将于不久渴望退役 两人且已定亲 就等男孩退伍后 双方家长就择即完成喜事 袁某大为失望 但是仍存有一丝之希望 想要借此其间打动与女之心 最后终于使得与女觉得 不能再共事而提出辞职 这一来 使袁某知道已是无望 心情由爱生恨 竟假意不勉强与女的决定 但为了感谢与女年于来之帮忙 要替其践行 邀请了许多客户 并送了一份后礼给她 与女见袁某如此热忱 也不好俊俱 就在餐宴中 不知是袁某有意 唆使某些客户刻意加以灌酒 或是袁某蓄意跟着起哄 那天与女凹不过盛情 却是喝多了酒 有些醉意 半醉半醒之间 由袁某送她回家 而在车行中 受晚风吹袭 酒意上涌 倒真是醉了 当然 袁某的用意意即在此 那也与女失了身 而也看清了袁某的受性 与女伤心地离开这一块地 并没有嫁给袁某 而袁某对于自己所造成的罪行 也没有试图加以弥补 她又陆续征请了三数位门士小姐 能幼饮者则加以引幼 不能幼饮者 就在外面花天酒地 一次放肆的行为 浪荡了自己的心态 当然有了这种心态 她的事业相对的 也不能正轨地发展 因为她把心思放在银热上 不能集中精神心力去做事业 更因为本身做老板的人行为不正 对员工勾三搭四 没有一个体统 终于导致事业日荒 经营不善 这种荒唐 不能擅自利用人脉发挥事业 反而荒稀油热的结果 使她在没多久间 负债数百万元 远顿他乡 再背上个票据犯罪名 大概在一生一世之中 难以再翻身 东山富起了 这一件事例 可以看出一个人 却不可荒稀于色障之中 尤其创业的人 在做事业之时 难免风花雪月有所涉足 但是分寸却不可逾越 更何况如原谋者 不思与女对自己的事业有所贡献 追求不成 加以设计而蹂躏 暗戒淫律中 淫人少女罪本已重 属二级律 而于女已受定轻将为人妇 加以侵犯 罪幼加一等 而自此后 原某届职权以老板之身份 幼影雇员 赢罪更加一等 荒淫至此 乃造成监察部门 利语成罪 落得身败名裂 负债而逃的下场 是人在日常中 对此事业尚以警惕 这辈子常犯邪淫 守淫 各种淫 同性恋 淫欲重者真心建议 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让自己死后有机会 不要到地狱去受苦 可以去灵修院修行 正果回天 补充一下 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 这边只常犯守淫 一夜情 一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 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 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 毕竟邪淫不断 如破掉的钢筒 功德永远一直在漏 祝集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 每月祝印戒淫书籍 明正堂 戒淫对智禄与八仙翁戒淫片 虚元堂 淫或戒淫游记 任何戒淫善书 祝印虚元堂的生灵的悲戚 等同于放生功德 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 可获幸福 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 多行善 常念佛 要放生 真忏悔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助级往生弥勒净土 助级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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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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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